而政治话题带观众朋友来看到 现在蓝白之前是不是还有两亿的纠葛不清呢 我们带你看到今天在北检呢 出现了这样的场面 网红486先生跟曾经经手民进党官司的律师黄定 他们一同到北检来按铃控告 可是告的是谁呢 告的是民众党 原来呢他们认为先前柯文哲曾经对外放话说 有人出两亿让他去担任副总统副手的角色 而这中间到底是前客诈骗还是骗子 柯文哲并没有说得非常的清楚 而今天呢他上节目的时候 又爆出说除了有余姓华侨来游说 甚至还有什么纪姓将军 还有魏姓先生说选举到了 各式各样的骗子前客实在是非常多 他们都说叫他要去当富的 就愿意给他两亿美金 但柯文哲呢在节目当中呢也说过 现在呢都已经画下蓝白盒的休止符 这页就翻过去 可是现在又爆出了这么多的人选 似乎也掀起了波兰 但为什么486先生还有这名律师要去提告呢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他们认为呢使用金钱来游说别人 本来想选总统又要去选副总统的话 其实违反了这个选霸法 因此他们出面举罚 谁拿两亿要他当副手还是没指名道姓 倒是除了外传的余姓华侨 柯文哲再报还有季将军魏先生 但有人认为这疑似搓汤圆行为 恐怕已违反选霸法 民众党中正党员正式提告怒皮柯文哲自己爆料 却不揭发是谁开架 现在外传指向一名余姓华侨 透过选择知友会秘书长 正融成牵线 透过这个中间人介绍过来的 我们确实也有有名有姓 有名片等等都有 当然这个如果国民党也非常清楚 这个这个线的内容跟来源 我觉得国民党自己也能够清楚了解 那到底是谁 还扯出什么国民党放话 那国民党是谁 国民党自己一穷二百 搞成这样子 还有什么两亿美金 所以绝对不会是国民党 绝对不会是侯友谊 这名于姓华侨 曾是台港贸易公司董事长 不过一百一十年 公司已经解散 是华人圈知名金主 曾砸下七百亿元投资绿店 更传出任职与国民党关系 密切的中央投资公司 为此中投特地发生澄清 经查相关资料 于金宝从未任职过中投公司 我不认识 我只是听过大家讲 而今天呢 民进党也提出质疑了 说科威求的副手 吴欣盈是不是还有美国籍 那么如果有美国籍的话 可以继续来参选总统大选吗 不过对此 吴欣盈也是蛮直接强语的回应 他说 我早就放进美国籍了 但是记者追问他 究竟是什么时候去放弃的呢 吴欣盈表示说 这个事情呢 是我跟美国政府的事 好像是not your business 态度蛮强硬的 但是另外一方面 掀起话题的还是在吴欣盈身上 因为他今年呢 要出席气候峰会 不过他的身份已经不是立委而已了 而是副总统的参选人 那么按照台湾的法规规定 其实要随行有许的随护 来确保他的人身安全 不会成为干扰选民选举结果的一个不确定因素 所以接下来他出国的时候 很有可能会有三名随护随行搭乘商务舱 不过算一算啊 这预算呢 可能呢 会蛮惊人蛮可观的 但是呢 因为让我们的选举秩序能够正常的维持 所以预计也是公堂来买单的 但是同时呢 我们可以看到肖美琴一样 也是登记成为了副总统的参选人之后 赴美收拾行囊 今天也已经带着四只猫咪回到台湾了 但是两名副手人选呢 都已掀起了话题 而中选会方面呢 其实也有党团还有民众检举 希望他们可以再去厘清 到底吴欣怡是否如同他所说的 放弃了美国籍 从民众党团走出来 身旁就跟着至少七位特勤人员 民众党立委吴欣怡升格 全副总统参选人 为安也跟着前面升级 就是这样的阵容 恐怕要面临考验 下礼拜我要代表立法院 以其他的委员去参加COP28 刷代表国会飞到杜拜 参加2023联合国气候变前大会 只是这维安 当然不会随着吴欣怡出国而停摆 如果比较之前 民进党副总统参选人 萧美琴反美 至少三个特勤跟着来算 国会议员出访都是搭商务舱 到杜拜的机票 一张大约十亿万多 三个特勤 至少就要三十四万 这钱全民买单 而且因为维安团体行程 可能会有影响 这行程得问他 我不能帮他决定 我们当然是希望能够把影响的程度 降到最低 据了解 吴欣怡也担心老师动众 还在讨论要不要出席 这气候变迁会议 只不过他现在也被点名 在美国出身的他 有双重国籍的问题 现在就被质疑 到底什么时候放弃美国籍的 像我说已经很多年的事情了 这不是我觉得要对外公开的 这是我跟美国政府之间的事情 吴欣怡委员 他在我的原事资料里面不都一样 因为另外一般不过去查证 就是相信了这个委员 说立法院基于信任原则 在吴欣怡就任签署国籍切结书后 就没有追查是不是真的放弃 只是如果真的有问题 柯文哲会不会受影响 无法选下去 中选会只说不回答假设性问题 TV别新闻的绿续伟佳琪 台北三文报道 好 确实我们线上网友LoveKP就说 如果真的有美国籍的话 当初要如何来参选立委呢 刚刚我们新闻当中也说明了 基本上立法院在身份查核的时候 都是基于信任的原则啦 不过现在呢 这国籍问题也成为了 蓝绿白之间的话题了 而现在呢 网络上发烧的热话题就是 蓝白确定不和大局底定过后 正副总统的最新当选截律 还有网络上的声量变化又是如何呢 我们带观众朋友来看到 其中有两组声量可以破百万 也就是侯康佩以及柯寅佩 很有可能呢 是受到蓝白不和这么大的冲击影响 让这两组搭配呢 冲上了百万声量了 但是同时呢其实近一周的声量数值 我们可以带您看到 民进党方面呢 依旧是维持在37.5万笔 那么扩散到98个频道 但是蓝白之间呢 侯康佩有101.5万笔扩散到96个频道 那么的柯寅佩似乎也是继续保持民众党在空战方面操作的优势 还有他们的支持者都是比较偏年轻的网络族群 所以这个数值呢是来到了123.4万笔 同时也扩散到了99个频道 看得出来蓝白核的这个效应是有外溢的效果 可是对于他们来说是正面还是负面 那可就不一定了 而再来我们带观众朋友来看到 从20到20岁 手头族这三组人选的好感度又是如何呢 其实我们发现 结果可能还蛮出乎意料的 好感度居然是民进党的赖清德与萧美琴的搭配 来到了0.72%这样的数值 而另外一方面非绿阵营当中的 国民党的侯康配是0.49 柯英配是0.48 双方啊只相差0.01这个百分比这个左右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其实对于20到24岁的手头族的好感度 这个赖消配可以来到爆充 主要的原因就是在公布萧美琴这样的人选公布 那萧美琴身上呢 有这个高知识背景的女士 而且在赴美代表期间呢 每一台的关系急剧的拉近 都是一个加分的项目 而在人物比较软的一面的时候 她又是女性 同时呢也曾经生根地方过 再来也养了很多猫 也让年轻族群呢 都跟她拉近了距离 而同时我们也有观察 在蓝白布核之后呢 最新的柯文哲 以及侯友宜最近的距离 就是在昨天晚间出席的工商活动 但是说来也巧 柯文哲提早离开之后 侯友宜就现身了 双方一前以后王不见王 刚刚摇手拒绝主持人号召 民主党总统参选柯文哲 跑选举28日晚间 要拉拢工商企业票 再度提及过去里面 似乎要强调自己梦望初衷 更提到治理台北的经验 只是柯文哲比表定时间晚 五分钟抵达也提早离席 跟六点半前准时到的侯友宜 完全擦肩而过 侯友宜 侯友宜逐桌握手 上台致辞时也亦有所致 过去就让他过去一番话 似乎也能解读 对蓝白和破局态度 只是蓝白之间的烟消位 并未因此减少 因为柯正英指出 有人开价两亿美金 要柯文哲当副手 这消息就是来自国民党 谁放话柯文哲逼谈 对于近期几分民调出现 下跌趋势倒是很乐观 这只是一个震荡期 重新整队 我还是对这场选举 还是很有信心 震荡期大概要多久 两个礼拜就够了 我和赵少康 会一起稳健的往前走 赢得最后的胜利 蓝白分道扬镳 就别再纠结破局纷扰 放手各自安好 第一部新闻终号报道 再来看到比较轻松的 选战话题了 观众朋友知道吗 在新北市的板桥 出现一个新的选举景点了 有不少板桥在地人 都跑去朝圣了 这就是先前率先挂上了 蓝白盒看板 叶元之的看板 就尴尬了蓝白不合 所以柯文哲的照片 势必得改掉 但是他选择呢 是找画师来画上 赵少康的图样 那么观众朋友 您觉得这个赵少康的图样 画出来 您觉得有几分像呢 网友呢就有些人说 好像作家白先勇 也有人说呢 好像柯文哲的妹妹柯美兰 那么更有人说 很像过去全民大门国时代 有九孔所cosplay扮演的赵少康 不是赵少康本尊啦 不过有趣的是 这里除了成为Google上面 被标注的著名的竞选刊版的景点之外 今天呢赵少康本人也跑到现场来监工了 他对着叶元之说 你这个画的好像头发好像还是少了一点 那领带的部分蛮像的 就可以啦 反正就是一直到的就好了嘛 头发可以多一点 本尊出现只是看来有点傻眼 叶元之的看板原版其实找这样 写下联合政府2024 旁边一个大大的柯文哲 不过蓝白破局确定 叶元之看板不用换 敢用画的 成功炒热话题 不完全像 但是 看板因为有你的画像关系 这个看板现在已经成为我们板桥地标了 然后他在Google map上面 已经有网友把它定一个名字 叫做叶元之看板 原本被开玩笑 称是蓝白和最大受害者 但这看板成功让路过人车 不想多瞄几眼都不行 而赵绍康虽然压在柯文哲上 但还是向白银递出感染之 位置如何分也要非律先上才有得谈 赵绍康自从担任副首后 议题声量的确好不少 下一步更要剃口在学校的失分讨回来 有台大 有文化 有清大 有东华 还是正在查 因为早上有大学来提醒我了 说因为呢 之前 侯友宜啊 柯文哲啊 赖青哲可以进校园 因为那时候还没有登记 所以我还是跟学校们商量是要进校园的还是在校园外找个地方 以正式登记为候选人就不能在上课时间进校园谈政治 团队还在思考是要改谈创业谈经济或是改地点 毕竟蓝军归队已差不多 若真想赢 没有年轻人怎么行 天后兄你们回忠告欲 新北藏不到 好本尊今天现身在这竞选刊版的景点呢 也针对了这个画像点评啦 看起来真的是有一点 不晓得是写实还是印象派 那我们心上的朋友呢 其实也有说 亲儿说笑喷了啦 然后这个HFS说 这脸画得太圆了 赵绍康的脸没有那么多的分量 那么也有人鲁小小说 很像九孔的版本的赵绍康 那么也有人说 有点像生到猴子的政经版政论版 谢谢大家给我们的这样的留言互动 不过同时呢 今天我们的政治记者风伟呢 也带给我们一个新讯息 有说叶元兹 私底下说这些都是有策略的 都做了这样的刊版 也上了新闻版面 当然要让新闻的话题延续啊 我们就先画一点点 然后最后再画出来 请本尊来看页 结果呢 这整个刊版的议题哦 延烧攻占了各大新闻媒体版面 从上个周末延续到今天礼拜三 整整有五天呢 这真的是一个CP值非常高的宣传效果 而且全国的观众朋友可能都知道 原来新北市板桥叶元兹要来选立委 这个宣传效益真的是很大很大 真的是政治行销专家了 而再来呢 我们带观众朋友来看到的是民调的部分了 我们看到呢 撒卡都的情况之下 蓝绿的胜选关键 就是谁可以拿下中间选民的青睐了 我们带观众朋友看到目前呢 联合报的民调显示赖肖配31%的支持度 那么侯康配29% 柯颖配是21% 三组鼎令 但是现在呢距离最后投票还有40多天 所以啊选举的局势千变万化还是非常难掌握的 而侯康配的支持度呢 看得出来呢 跟民进党方面呢只剩下两个百分点了 再加把劲恐怕呢就会追上了 所以对于民进党来说也是危机感满满 而民进党内参民调呢 似乎也跟近期几份的民调呈现一样的趋势 所以他们危机感拉满之后呢 他们希望呢可以把他们的民调再度压下去 而柯颖配的民调也下滑 暂时屈居第三名了 而现在大家都说要抓进中间选民的心 才可以登上2024年的大位 但是到底要如何做呢 目前我们可以来看到 若以年轻的中间选民来说呢 其实柯文哲在30岁以下的青年族群支持度 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固的 而昨天呢 黄国昌的线上斗内 短短一个小时就达标500万元 也算是小事牛刀 展现他们的空战实力 但是流失的选票 要移到蓝营的机会是很小的 而柯颖配两成的支持度 对于国民党来说 现在真的是很难争取到的选民了 而小美琴担任副手之后 刚刚我们也可以看到 好感度是大幅度的提升 超越了蓝白的搭配 可以吸引年轻选民的正向效果 虽然让民进党恐怖年轻选票的王牌 但是最大的一张牌 还是蔡总统的部分 对于中间选民呢 接下来这个赖消费 可以拓展到什么样的程度 也是值得选民继续观察期待 或者是说可以推出什么样的牛肉 解决青年低薪还有高房价的问题 也是很重要的 而这次总统大选的蓝绿的基本盘呢 根据这份民调显示 还有内参民调的推估 恐怕呢还是会回归基本盘的 所以呢赖消跟侯康应该多多少少 可以获取40%蓝绿以上的选票 但重点是中间选民最后要投给谁 才会是决定2024大位由谁登顶哦 不过今天呢我们看到现在呢大家都说得中间选民得天下 但过去20多年前的选举台湾还有一个很夯的话题 就是省级的争议了 省级争议呢其实就是分为本省人外省人 当然现在台湾已经族群融合了 所以比较不存在这样的操作跟手法 但是今天呢民进党却翻出30多年前 赵绍康在竞选时刊登的广告 当时他攻击民进党的陈水扁说 本省级的中产阶级要认清 棍子是不会辨识省级的 也因此呢批评赵绍康 吕吕在政论节目上面说 自己跟侯友宜哦 是一个本省跟外省的搭配 他们现在都不分省级 大家都是好朋友 都好好啊来 但是30年前赵绍康就是操作省级的始作俑者 借此攻击赵绍康 多种的世界还在回应 省级问题 全绿营要赵绍康搭上时光机 想想30年前的自己 1994年的台北市长选举 就是超级经典的负面案例 赵绍康他身为台北市长的参选人 他是台湾选举史上 第一个在广告上面 操弄省级的代表性人物 虽诚跟后遗欧安级合在一体 但这份1994年11月6号的报纸 赵绍康的竞选广告清楚载明 本省级的中产阶级请认清 陈水扁当选明天会更乱 有人从车后拿出铁棒打案时 难道棍子会辨别省级吗 就被律令解读意在使省级分化 现在侯友宜他接受相关媒体采访 都认为说不应该分所谓的本省外省 侯友宜自己都这样讲 那赵绍康你当年是很认真在分的 为了选举 那其实你只要为你当年的一个发言 更正甚至致歉 其实就没事了 你们在划分 所以你们在搞省级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不要搞省级 其实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是受害者 受害者还不能喊痛吗 喊约是绿营先挑拨 且要选总统的 明明不是我 绿营炮火却频频朝赵绍康猛攻 让蓝白均强绿营才能稳稳的上 何况三位副手当中 对比绿营的小美琪 民众长的吴清瑜 赵绍康的好感度位居垫底 声量方面虽然赵绍康远超过另外两位 但负声量却是正声量的两倍 再者绿白选民结构又重叠 绿营方面在赵绍康这边较难完全撕破脸 不能一股脑把对方打趴到地上 大选中的三角关系说来为妙 而现在呢蓝绿白为了扩大中间选民的支持 巩固基本牌各自都有自己的策略 但传说国民党是不是要针对民众党开始发起攻势了呢 我们邀请到我们政治组的记者风伟来到现场 风伟晚安 风伟其实我们刚刚提到 前几天我们就说如果侯友宜 侯康培这次要胜选 他们必须在双北市逐起这所谓的讲侯防线 巩固双北的选票 可是据说呢它不只是防线 是不是未来也有机会成为攻击手呢 之前讨论的这个防线是一个选票的指标嘛 就是说你不要跌落到60万以下 50万以下这样的一个指标 但是现在讨论到的防线是说 现在台北市是国民党在当政嘛 那我们手上为了什么样的筹码呢 就现在的蒋万安来讲 他包括最新看到的是金华城 他容积率从392%现在变成800多了 那所以就是其实在议会的时候 就有类似这样的攻防啦 那可以看到包括蒋万安 现在还握有哪一些的案子呢 包括北易 北流 还有双城论坛跟悠游卡的这个新规案 其实都是未来假设在蓝白 如果真的撕破脸闹翻的话 蒋万安会不会把这些东西的资料 给拿出来重新翻一翻 对讲到这就想问封闻 我们都知道现在其实蒋万 不仅是国民党的党员啦 同时他也是行政的首长是市长 那如果真的把这些案子拿出来炒作的话 会不会有行政不中立的疑虑呢 其实听起来很像在什么威胁利诱啊 但是其实国民党部也都常在讲说 民进党你现在就是一直在拿什么党产啊 拿什么东西来在查我 其实未有行政资源就是有这样的优势 不可会言 但是像是这次进华城的这个案子 蒋万安是跟议员 民党议员徐淑华在宣达的时候 把他丢出来嘛 那所以你说国民党到底是不是要直接的来跟 柯文哲开战 或者说是不是蒋万安来当这个主攻守 他可以说我没有啊 我都是接受议员备询啊 但事实上这个方法是蛮微妙的 就是我不见得要直接的我自己揭露啊 确实哦 就可能在市政府市议会质询的时候 这个民进党的议员就说 过去这个案子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蒋市府呢 我们就说那我们就提供资料 让议员去参阅 哪里有问题我们去查我们去改 但是不知不觉之间呢 就炒作出来一个又一个的议题 是这样子 就是炒船接见借刀杀人的感觉嘛 就是你知道丢出来 我在议会里面我只要说 好 我们查一下严惩 这个好像有问题再来调查一下 那再查一下 那只要一直都有这些案子出来的话 那就查不完啊 那客户可能一天到晚都会被追问这些问题 所以未来假设是我们记者在这里 有可能都会陆陆续续的看到这些案子 都会慢慢的被翻出来 但前提还是国民党跟民众党之间 是不是接下来要兄弟更加各自努力 目前看起来是已经快要撕破了 特别是在民众党这边的战略 他们希望说可以巩固他们原本既有的支持者 也就是讨厌国民党然后的年轻人 原本这是他们基本盘 那未来他们当然希望是在现在撕破点的时候 可以把这些支持者巩固住 就是把这些支持者 至少原本对他们来说很失望 但现在我不断地批评国民党 那我说军约饭店是造成我们蓝白分手的主因 让这些支持者可以留在柯文哲的身上 不会流失到民党的身上 毕竟民众党本来的支持者就是浅绿跟浅蓝 还有厌恶蓝绿的这些人 那现在浅蓝显然已经慢慢地回到侯康佩的身上 那接下来浅绿的部分 好像还没有很明显地回到赖青的身上 那所以当然柯文哲就有这样的方式 来把这个选民的支持度保留在两层 那接下来还慢慢一步一步地打回去 这是他们现阶段的战略 确实对民众党来说 目前可能各大民调差不多落在20%到25%左右 这个基本盘对于民众党来说 希望是他们民调还有支持度的楼地板 而不是天花板 从他们的选举策略就可以观察到 不过另外一个也让人物理看花看不清的 就是近期呢 柯文哲平平说 当初有人要给他两亿美金算算哪 60多亿台币让他去担任副手 可是峰伟友就想问了 他只有court副手这两个字 到底是谁的副手呢 然后越来越多的前客 然后这个议题也延烧好几天 但他自己也说要翻篇 但却又拿出来讲 他已经说了嘛 他已经说郭董是不会给钱的 这到底是 对 没有郭董的话 那现在在选的好像就是 对 到底是谁 大家留言一下 对 欢迎大家留言告诉我们 刚才会有意思是说 你柯文哲自己讲的 你自己爆料你要自己解决吗 是 是 但是的确是这样子 包括现在有人去按铃申告的嘛 那申告之后 柯文哲未来在法院上面 他必须要可以讲出那是谁 你可以不对镜头 不对记者来讲实话 不对民众说到底是谁 但是在法院上 你必须要有所交代嘛 这是事实 不过到时候进入法律程序 司法程序的话 可能都已经选举就选完了 到时候是后话啦 但是就现阶段来讲 民众党他们所采取的一个方式啊 包括他讲到说 这到底是国际骗子啊 或者是说是国民党这边 我不得而知 但至少知道的是 这些金主跟国民党都是有关系的 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 大概可以联想到 那柯文哲他的战略目标是什么 包括就像我们刚才讲到的 他希望说把这个讨厌国民党的力量 继续维持在他的这个同温层里面 让他的知识可以巩固 就大家至少 团国民党是我们的共同目标 那所以他之前讲的 不断的透过他的发言人陈志翰 或者他自己在讲的时候 他的发文也是一样啊 一直在重复说 他跟国民党的这个军阅饭店 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有什么样的曲折 波折被国民党设的局 其实种种的方向都想要导向 是国民党给他设的局 然后跟国民党之间的一些 现任破裂啦 所以当然到这一次的这个国际骗局 他也希望说可以把它导向 到国民党这里 但是现阶段看起来 好像效果已经达到了 所以当然柯文哲不会希望说 把这个事情复杂化 就到这里就好了 让知识者知道说 我是被国民党设的局 最主要他是希望说 制造出这样的一个现象啦 那现在当然 结果是怎么样 都已经不重要了 确实喔 因为这个蓝白已经确定不合 各自参选了 虽然呢 彼此之间都说 啊我们现在就兄弟登山 各自努力 那这中间呢 很多议题的操作 是不是看到了火药味跟烟消会 兄弟登山最后会变成兄弟戏墙呢 而同时呢 今天对于民进党来说 从2024大选呢 前哨战开跑以来 从先前的MeToo性品争议 到一直陆陆续续了 到前行政院长郑文灿 被人拍到去开房间 刑事局没有办法百分之百 确认这个照片是造假还是真实的 到现在呢 又有中部地区的这个明代 赖青的竞选团队的干部 被爆出始乱中气 接二连三的桃色纠纷 今天甚至有新党的参选人 游志斌出面爆料了 他不断地攻击民进党 甚至说有人要他封口 这话会不会说得太入骨 新党立委参选人游志斌战车绕行 赖青得总部 叫游志斌封口 收买游志斌 赖青得出来面对 原来是两桌前 指控绿营发言人张志豪 上酒店一度遭施压闭嘴 游志斌公布因党还原 报告张志豪 上酒店的前一天深夜 一位前立委多次来电 游志斌只指是律营方面 透过前行政院顾问游景明 居中牵线 这个游景明 透过中华民国的前立委 用大陆的软件来对游志斌施压 他们的世界里面 是用女人的身体 用金钱可以解决一切的 难听话说到这边 同一时间张志豪 也找来律师扬言法院见 黄泵 谢谢 游某持续以这样虚假的内容 不实以及不正的做法 来进行恶意的政治操作以及炒作 这已经对民主的基本价值 造成严重的伤害 针对游奶持续的放话 骚扰以及抹黑 那本律师也会持续协助张志豪先生 进行搜正 交由台北地检署来侦办 你以为你跟郑文餐一样 告人家以后 上酒店的信息就不见吗 你别等你啦张志豪啊 还在得以自己将对方把柄抓住 洋葱事揭露真的没有限度 TV变成追踪军会台北报导 还有民进党的台中市议员 蔡耀哲被指控是乱中期不任母女俩 而现在还被爆料 蓝宜认为跟他交情非常好的 同党立委何欣纯 明明知道他私得有亏 却还带着跑行程 当你们遇到始乱中期的男子的时候呢 何欣纯会认同这些渣男的行为 民进党台中议员蔡耀洁 前几天被指控 气氧母女始乱中期 今天蓝营再加码 立委何欣纯护航渣男 问题是他这个行为 真的是很不OK啊 你要把他切磋来看啊 他是公司领域啊 他们会当议员 当议员对不对好不好 那就是让社会选举自然就会给他一定的 就是社会自有公平 公布录音党当佐证 痛批何欣纯涉嫌包庇 9月陈情人就向何欣纯求助 10月陈情人和蔡耀洁开庭 上周蔡耀洁被爆料 直到4天前何欣纯还在邀蔡耀洁帮忙助选 我先等他开完好不好 那个事情这个方便帮我们回应吗 立委直讯完面对记者提问快闪离开 地方扫街行程何欣纯 蔡耀洁 江兆国 三人更多次同框 知情行为却摸头被害人 你觉得私德跟公德是分开的 所以你认同蔡耀洁 始乱终气这对母女 是这样的意思吗 何欣纯回应 要优先考量孩子照顾和最佳利益 案件已经进入民事程序 需要尊重当事人的决定 毕竟孩子成长过程 比大人事件纷扰还重要 TVBS新闻董游军李宗泽 台北采访报道